字幕提供 激氣 每個台都試試試鏡頭 我們不能試 情何以堪 不要緊張 你是第一次不能試 平常心 說話不是這樣說 自從我們破爺一輩 你說你想買一部Hybrid 現在不能試 怎麼回事 你騙我吧 代理已經被我的真誠打動了 之前Hybrid 版本已經斷了 雙倍才不能試 這次又可以試了 我還不打得距離 不要滾了 這是擺明電油版 先把窗戶看 你看清楚它的2棟車頂 這部是7座Hybrid 版 對 那還多少錢 28.9萬 那先來看看尾箱吧 說實話 那7座版有甚麼特別 先問一下問題 5加2只有多少 7 跟頭一樣 對 坐7個人 其實CAMMAN可以把我們試坐第三排的錄影 我們很遺憾地 在這一刻是不能展示這張椅子怎麼接 因為中排沒有人 對 因為CAMMAN坐在這裏 這部車要移動中排才可以移動後排 然後接它到地台 這原來是C乘Eco Verso 其實是的 這一個摺疊方法 其實由2000年Eco Verso發明至今 它都還在用 其實巧妙這麼小的車 可以把椅子收到地台 但犧牲就是你要多一點步驟 對 至少坐7個人今天也不錯 可以的 而且坐完7個人都放到大行李箱在後面 這個不錯 但劇本說我們要先試中排 好像是當年好 我有電腦門嗎 我也有電腦門 今天終於是平等的帶子 沒錯 今天帶子是可以試試Sienta 試試中排 坐到上來我覺得其實是有點Deja Vu 是跟上一代的Sienta很像 對 但是我覺得最好是這件物料 對 這件物料我都很喜歡 無論是它的造型和質感 其實都是 這叫什麼布 即布 但據豐田所說 它是煽油、煽水 即是方便你 有些戶外活動 養狗、養寵物是方便的 而且它是有側臉的 在五大二天時 我這些明星不要被人見到 明星我才走 但是我前面有兩個Pocket 還有一個Type-C插鏈 可惜你要分享我這邊 我覺得這個是可惜的 因為我這邊是完全沒有儲物的Pocket 或者空間 只有杯架在這裡 而且由於中排這張椅子 是五五波的 是中間這樣切開的 所以坐中間那個 我相信只適合小朋友 或者小一點的朋友 如果不是就有點窄 對 還有可能因為這七座的板要反凹 所以那個手枕都沒有 還有一袋可以放在那裡 也是 我想去前面 還有沒有這個風機 所以有點熱 有風光就可以了 嘩 這部車我恨了很久 我也恨了很久 大家都恨了 由它在日本推出 第三代Sienta 我已經很期待 包括我都說它好像Fiat Panda 但我覺得不是一件壞事 Fiat Panda 是一個很有趣的車 沒錯 初代的Sienta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車 而我覺得它的車尾 是很像Funt Cargo 或者Eco Version 我覺得它是有分 兩部都很經典的 這些實用小車的設計員 去融合 應該是三部 因為第一代Sienta 都有點像 布丁九 總之是走在可愛路線 我是因爲的 我覺得沒錯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可能我也覺得 豐田之前一個Generation 的Design Language 有點激烈的 但外形這些人建置 我們最主要是Focus Fund 這部車轉了新一代 究竟它的進步比上一代 去得遠了多少 其實我是寄於後忙 因爲我順不上來 試了很多豐田 我那時試過Yaris Cross 已經是初嘗過它新的Power Train 一個1.5的三缸NA 搭Direct Shift CVT 即是十速CVT 那部車其實是當年我試 幾乎一身 覺得1500底終於不是四缸 而是三缸 挺好力的 我記得是110多匹 轉了 那部車的Power Train 其實同樣是用在Sienta的氣候版 可以馬力大一點 120匹 我們未試過電油版 但如果單純說 Tal Train 的特性 我覺得Hybrid 版 只是Refinement 是高一針的 其實三缸仔 我們很怕浸 很吵 Hybrid 我們有技巧 所以我希望它可以撫平這些 而我覺得它是做到一件事 現在油門比較容易 其實它已經剩下很多 而且來的時候 我都試過 其實它的EVMORE 長得很久 最後一架 Ref 4 Hybrid Ref 4 Hybrid 我在澳洲駕駛的時候 我嘗試用EVMORE 走久一點 但有一點兒的車重 如果它有少許 就會有燈裙 這架神車仔很小 還有複號沒有那麼大 它的EVMORE 是載要後工作 更容易掌控 沒錯 但Hybrid 其實除了它撫平吵 之外 最希望它可以加點能力 我們試試 我覺得一直移行的加速是K 但是頭段 例如燈位起步 剛才我們試過沒有想像中按 我們以為會像小路寶的士那樣彈出來 但是按著拋模式 它都是比較 Linear 它不是沒有力量 但很 Linear 如果對於家庭客來說 其實是好蛇的 不會太錯 而且我覺得隔音 底盤的厚實程度 是很明顯的改進 因為上代原來還沒有用TNGA 未呀 上一代是很典型 單薄合仔車的感覺 但這輛我不敢說有歐洲車的感覺 但起碼是Solid的 我覺得那個剛性是強很多 看來這一代的 咦 還有加上TSS 這個也是有一個大改進 加上Active Safety 很多人說這輛車是多少汽袋 現在這輛車是10個汽袋的 這輛車是7個汽袋的 即是平均分到 10個汽袋是10個汽袋的 以前就不夠分離 但現在這輛車是軟一定夠分離 我記得是這一段我們說幾個汽袋 但這輛車的汽袋是基本的 再加上這輛車是最新的Thorota Safety Sense 3.5 Safety Sense 2.0、2.5 我在澳洲也試過 是很好的 但這輛車是最棒的 它的Lane Tracing 很厲害 它是基本上像做了德國人駕車一樣 是保持在路中心 不斷作出少少微調 但左右的距離是一模一樣 很好 Active Safety 剛才在圓宮走過來的時候 其實在圓宮走過來的時候 一路就是用了這輛車 哇 車真的保持在中間 它死亡也是保持在中間 很準確 唯獨好像沒有了Blind Spot Assist 這個沒有辦法 香港很多車的速度過不了 還有一個投訴就是 如何Active 它好像也有些難度 剛才我們都弄了一陣子 我的按鈕還未熟集 要按一下 基本上都是在這輛車的 但是你要先摸清它 對呀 現在是新車 其實電子錶板都有 但都是Nakamichi 機頭 不過這個大版機頭來的 其實有Apple CarPlay 最重要 但如果你真的不喜歡就換了它 因為我看日本版 它是有兩款原廠機頭 再加上一款 純粹是一個洞給你自己壓機頭 我相信香港就是第三者 但是你不喜歡就換了它 沒有所謂 儲物空間 儲物空間跟上一代 或者跟豐田很多的家庭車一樣 都是應有盡有的 很多小勾勾 位置讓你擺放手機仔 掛著外賣 USB 充電電話很多 但是我覺得儲物空間集中了在前排 中排和後排就忽略了少許 還有我覺得有些位置可以做得更好 例如前面這個 它打開時它沒有靈 即是你要拿東西 它支撐性不夠 它可以彈起彈得更多 還有這個類似杯架 但不是杯架的東西 有些間諜 深度有些間諜 我們要安裝相機仔 我認為是銀包 值得一提的是 怎樣爬上的事 你看看你會立即分辨到 它是電油版還是Hybrid版 香港版的Hybrid 是會用這隻小波棍的 如果你是電油版 是否很粗的 即是的士那隻大波棍 那你要駕駛大波棍 我喜歡駕駛小波棍 雖然這些小波棍其實是 Driver Focus 少許少許 不是每個人都那麼直 你喜歡放左還是放右 不太好 我左不放右不放 就放你裏面 我還沒說回這輛車的Power Train 其實這個就是Hybrid版 D51 副三缸 加起來馬力好像是115匹 綜合馬力是115匹 如果你的引擎是90匹 電摩托是80匹 加起來就不是90匹 加起來就不是170匹 不是這樣的 因為電摩托的Peak Power和Engine Peak Power 他們匯合那一刻就是綜合馬力 但綜合就是115匹 但好處是什麼呢 變相你的Power Train 是很Linear 全段都有力 這輛車上到Hybrid 可以保持著速度輕鬆 沒有拉油上水的感覺 當然是否很流暢 好像現在的RAV4 Hybrid 很適合 它是 tribodonèder 所以在性能方面,大家只需要知道它是夠用的 如果你對非分思想,想拿它來飛大帽山 我就勸你早點歸去,你不要拿時間太飛 但雲尼這個 subject,它的操控其實是不錯的 以前日本的盒仔車都說不要單薄,但現在駕駛不會對它沒有信心 你覺得這車的剛性是給你信心 過彎的軚感,雖然不可以說豐富,不可以說很實 但它是給你適當的 feedback 我覺得最棒的是那個 chassis 你現在有那種厚重的感覺,這是難得的 而且這車是強調隔音的感覺 所以路噪會否很明顯呢 可接受 可接受,始終它是三缸,你就會預料它是會 引擎就有聲音 我相信汽油版引擎的聲音會有更多 我剛才跟你說,買Hybrid 其中一個原因 除了是省油之外,是將Inline Freed 的介入程度降低 我猜坐底也降低了30% 因為這車有很大部分現在都可以行Hybrid 或是純點模式 所以它其實是買它的Refinement 買NVH,買Fuel Economy Fuel Economy 現在廠說它是3.5L,100L 最漂亮的數目是每Lit 有行28.6km 28.6km 這輛車現在的Total Average 我不知道是否4,000多公里的Average 是17.1km 這輛車主力是在showroom被人試 Media 也是剛剛拿出來 開始有得試 所以我相信這個數據是最Extreme 最浪費油,17.2km 若果你現在去油站有$6-$7折扣 剛剛做到$1.1公里或$9多 若果你自己很節省 應該做到$6-$7折扣 碎月正好,淡如水 其實家庭生活很多時就是這麼平淡 這麼安穩 嘩 突然說這方說話 你都進入了這個階段 沒有,斷了,不要攪拌了 Anyway 這輛車給我最大的感覺就是 好像很平淡地過 好像Prius 所以你明白為何我爸爸會這麼興趣 我們已經是平淡仔 我其實覺得沒有問題 我自己 如果叫我駕駛這輛車 我覺得沒有大問題 不過問題是我不需要再多人 我不需要再多人 但如果有這樣的油耗表現 這樣的駕駛表現 一天用其實是很舒服 就算Elon來開工 我們三個都舉腳炸成 非常好 對嗎 我想說一下這個直衣 其實感覺都是震動的 沒有辦法 所以它的Hybrid 變得特別重要 它的Hybrid 的確是可以掩飾到 它的蟹躁、震動、小毛病 我覺得這輛車有兩個工具 是需要油耗的 但它沒有 第一 就是我剛才說 乘客位這個手枕 其實是很關鍵的 對於Comfort來說 當然是整理後 其實就不可能 駕駛上來 駕駛不了 但我覺得 人們應該會想 有手枕多於駕駛上來 我覺得 沒錯 另外 如果今天這麼天時暑夜 大概三十多時刻到 後排沒有冷氣 這個是棘手的 因為基本上 你不要說這麼大的車 你說得像Echo 我要把風口推上少少 我都開始飆寒 我這些怕熱的人 如果你說 後面 代你朋友喊熱 我把風口推上少少 我現在叫Cooldown enough 但如果你說全車再滿人 要駕冷氣 要駕冷氣就有點辛苦 有很多人說 日本版有個風機 其實那個風機 只是一個大貨工具 大風工具 大風工具 就是要風吹上去 之後有個線炎 再帶風去第三排 是這樣的運作 它不是一個獨立的冷氣系統 它都是拿去前面這些冷氣 所以其實 有沒有風機 也不是重點 我覺得重點是 風田是應該裝正規的冷氣出風口 或者一個行溫冷氣系統 是讓後面使用的 這樣就有意義 當然可能成本問題 又或者日本又不是熱得那麼厲害 所以他們沒有做到這個 沒有辦法 汽油板 這個油耗是5.6L100公里 要走多久才得到 相差5萬元 我算過了 做了研究 如果以兩部車的官方油耗為例 17.8Km per litre 是汽油版 Hybrid版是25.6Km per litre 兩部車屈指一算 是欠三毫子一公里 三毫子一公里 即是Hybrid版每公里都省三毫子 但是小數怕長計 小數真的怕長計 小數真的怕長計 是要16萬公里才能追平車價 16萬公里 我的車這麼粗米 那你想說什麼 這麼粗 都還未16萬公里 沒錯 Echo現在才17萬多公里 二十多年車 我們其實都算粗米 不過我們可能有些車代步 所以如果你是Only Car 你又可能用來做Uber 或者跑長途 日日不斷駕駛 我覺得其實是有機會節省的 但一個問題就是 16萬公里的Hybrid 電 都應該差不多要換 其實Hybrid 電 基本16萬公里 你怎樣都換過一次 即是時劃組 那個又是一不開支 就這樣聽 它好像說 Hybrid 不用買 直接買電油版 我就覺得 又不是完全這樣說 因為你可能有機會 駕駛一兩年賣車 Hybrid 的保值率 我相信怎樣都會高一點 還有我覺得要說 實際上 電油版和Hybrid版的優好感 我剛才說的就是官方 那是一個 theoretical 的說法 真實駕駛出來 其實電油版不一定是5.6-100公里 尤其是你一個會煲冷氣的人 對 Hybrid 版一定會省 你用電油版煲 如果你電油版煲冷氣 就不會做到那個數目 而且電油版要做到官方油耗 相信你也要有差不多的省腳 相反Hybrid 版是你亂踩 對 尤其是先補到底部 還有 Hybrid 版我最深感受的就是 我覺得是Refine 雖然我這一刻未試過電油版 但以一個三缸解 配一個Hybrid 我覺得這個不錯 很舒服 剛才在屯尺隧道很安靜 很舒服 它長期以一個Hybrid模式這樣走 是很油順 你感覺不到它是駕油還是駕駛電 你當作Refine就要剩下 就是那個錢 即是錢入面包起來了 人工包起來了 對 錢包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 是會買Hybrid的其中一個原因 除了省油錢之外 這輛車舒服了 好力了 是的 知道了 我們今天的雪紅烏 嘩不哭了 試駕駛正地 試駕駛 其實我們今天的verdict很簡單 嗯 在我們未試車之前 我們其實都是主張買Hybrid版 但是昨天我們做Research的時候 我們想到一個問題就是 若然兩個車欠5萬元的時候 你應該買Hybrid版底一點 還是買電郵版底一點 如果你是純粹一個weekend user 不是很粗咪 我覺得其實可以直接買電郵版 因為你的理數是很難去正確 車價 即是5萬元入油 你也能入到好一段時間 尤其是它本身也不是很大食 剛才我們就計了16萬公里 對 如果以官方油耗計16萬公里 才可以叫做回本 回本 當然 其實隨著油價越來越貴 每兩款車之間 三毫子的差距會越來越大 回本期也越來越短 這個就因應細程油價去判斷 剛才說過 汽油版的油耗其實未必是 最標準的就是5萬元 但其實未必做到 未必做到 即是有很多因素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Hybrid版 其實是買它的Refinement 你說得沒錯 我覺得那個感覺是令我最判斷 還有我覺得當你買了一輛車 你很少會計算什麼時候回盤 對 你每次入油的時候 或者每次看到油耗標的時候 你都會很強 我覺得這個是Hybrid的價值所在 你可能長遠來說 你沒有節省到錢 還是怎樣 這個是另作別話 但如果你純粹說 用力是比較好 很明顯Hybrid是比較好 但如果你純粹是以經濟學角度 你又不是很粗咪 直接買汽油版算 對吧 對 沒錯 所以 至於Sienta這部車 對比起上一代 那個改進真是大得不得了 無論是樣子見人見智 但我想是駕駛感 以及NVH的駕駛感 其實都是進步了很多 很成熟 對 但有什麼缺點呢 我覺得就是沒有扶手 後排沒有冷氣 風機 沒有風機冷氣 中排不算好 後排也有點窄 但某程度上 以一輛小型的家庭MPV 以及儲物空間集中在前面 我希望是中後排也多一點 對 觀眾們 不知道在這個日子 是小型MPV 你會選擇Street 還是Sienta 我們不可以知道 如果你是開Sienta 或者你訂了新的Sienta 你會選擇 Hybrid版 汽油版 DiStreet是高的 告訴我 沒有人在寫這個工 全版是不存在的 有的 除了Like和Subscribe 當然還有按一下小鈴鐺 喂喂喂 還要記得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